大家好,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学习第二章节网格的编程操作 那么首先我们来启动程序,双击网格编程 那么这一节呢,我们接下来讲网格的建立和打开以及保存操作 首先我们点击文件菜单下的新建文件 那么这时候呢,将出现一个网格规格对话框 那么这里面呢,也可以定义一些网格,函数,列数,以及网格框,网格高,激素 还有这个边框颜色,那么点击它可以选择边框颜色 那么扫描方式,扫描方式的选择呢,它主要是有两种 一种是普通扫描和渐变的扫描 那么这两种,那么我们在这里设置,设置一个16和614 那么长宽呢,我们设置了网格的框,高我们以默认为主 设置成10,好了,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呢,将新建了一个网格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呢,我们可以在它上面呢,进行一些花样的编辑 那么,编辑好后呢,那么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保存 那输入网格的文件,进行保存 那么当我们要打开一个,已经制作好,保存好的网格程序文件 那么我们只需要点击文件菜单下的打开文件 或者是说点击工具栏中的打开文件 那么,比如说,我们找到一个以扩展名为TOL命名的网格程序文件 那么我们只要载入进来 那么我们对它再次进行编辑 那么,然后编辑好后再次保存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网格文件的打开保存以及建立操作 那么,我们的网格文件的打开文件